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四百七十回 萧妍笑了笑 他抬头望着满大厅一脸激动的狂热的人影 笑着说道 多余的话 我萧妍也不说了 等此事半成归来 我定要陪大家好好的喝上一杯 好 听着萧妍此话 大厅中众人都咧开嘴笑了起来 虽然萧妍失踪两年的时间 可是她的声望跟随着时间的酝酿 变得越加的醇厚 甚至如今只要一想到盘门真正的首领再度出现 他们就浑身充斥着战力 走 目光环视着大厅 片刻后萧妍猛一挥手 率先大步对着门外 行去了 他的身后大批部队一脸狂热的紧跟而上 如此大规模的部队 行走在内院之中 那自然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待的众人 目光瞧的那大部队领头的黑袍青年之时 不少人都是惊呼出声来 显然 后者的身份已被瞧出来了 并没有理会周围各色的目光 萧炎一星人等直奔内院的出口 穿过了密林 却是瞧得那隐藏在空间大门早已经打开 在他外面 一阵阵尸救兽低吼的声音 不断的响起着 就在萧炎略微有些诧异的时候 林燕的身形却是突然闪略而出 冲着众人笑着说 外面的尸救兽 有十几头在等待着你们 他们会带着你们直接飞向目的地的 这些都是大长老为我们准备的 萧炎一争 看来苏千也知道自己召集人手的事情了 原本按照内院的规矩 私人的事情是不能动用内院来解决的 不过看着苏千的意思 明显没有反对 反而还帮了他们一把 萧炎冲着内院方位 笑着拱拱手 谢谢大长老的好意了 萧炎回来的时候 再当面道歉 走 他旋即手掌一挥 第一鹤道 鹤声落下 大群人影急速闪略而出 最后消失在那银色的大门之外 就在萧炎等人消失之后 银色大门微微波荡 玄机缓缓变淡 最后消散不见了 内院的深处 一处阁楼上 苏千 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 跳望着内院出口的方向 片刻后 他亲声道 他们已经去了 这个时候 在苏千的身后 一个长老略微有些迟疑的说 大长老 您让消炎 在内院的学员去黑角域 是不是有些 放心吧 以消炎的实力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伤亡的 而且 内院学生能经历一些真正的拼杀 对他们的成长 也是有不少好处的 文言 那名长老只能苦笑的点点头 黑角域这个地方 可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呀 你去通知内院所有长老 三天之后 准备集结 这一次 一定要把黑盟彻底击溃 是 听着此话 那名长老也是一争 玄机沉声应事 身形 闪动间就悄悄的 退出了房间 房间之内 缓缓安静下来 苏谦目光闪烁着 片刻后 他拳头猛然紧握 深寒的声音 声音在房间里 徘徊不散 所有的恩怨 这次 就彻底清了吧 茫茫茫的天空之上 隐约间有十几个细小的黑点出现了 扮上之后 黑点逐渐变大 最后化作十几头巨大的尸救兽呼啸而过 在领先的一头尸救兽上 硝烟微眯的毛子望着遥远天际之下 偏头对身旁的吴浩说道 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黑角域的地狱了吧 吴浩点点头 从纳戒里 取出一卷地图 缓缓地摊开 用手指指着某一处地带说道 据情报所说 黑盟的几大势力 正对着这里行去 想必你的二哥萧丽 也应该在此处 按照我们的速度 应该在明日清晨 就能抵达这里了 硝烟微微点头 将那略微有些急切的心思 缓缓平息 盘腿坐在尸救兽 宽敞的背上 闭目养神 因为有着尸救兽 这等极其擅长 长途跋涉的飞行魔兽带步 因此 硝烟等人也免去了 舟车劳顿之苦 以及黑角玉 那重重的麻烦 因此仅仅一晚上的时间 就已经逐渐的接近了目的地了 而这若是换作不行的话 就算沿途顺利 没个四五天 那是绝对到不了的 站在尸救兽的头顶 硝烟的目光 眺望着极远处 那些笼罩在淡淡迷雾中的山卵 随着岳家的接近 他心中那份不安 也是岳家浓郁了 如此 有些坐立不安的待了几分钟 他终于是忍不住心头的情绪 转身 对林彦 吴浩等人说道 我先行一步 你们尽快跟来 听着硝烟这话 吴浩等人一争 都是没有劝阻 以前者如今的实力 恐怕就算在黑角域里 也找不出几个人 能够让他吃亏的 而且硝烟 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 矛头小子 无论是战斗经验 还是其他的 都是颇为出色 因此 吴浩等人对他 倒没有多少担心 只是习惯性的嘱咐 让他小心一点 冲着吴浩等人 笑着点点头 硝烟肩膀一抖 华丽的火焰双翼 从他的背后探生出来 或许是因为体内斗气 也因为一伙的融合 转化成了碧绿颜色的因故 所以那原本是青色的 火焰双翼 都转化成了碧绿之色 看上去 犹如翡翠所致一般 极其的绚丽 以及惹人艳羡 这从硝烟双翼 在出现时 后方那些施救兽上 众人的脸庞上 就能看出来了 闭火双翼 轻轻的一震 硝烟 就静止从施救兽的背上 跳跃下来 玄机双翼几次的煽动 身体就化作一道黑眼飞快的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了 望着硝烟那速度消失的身形 无好笑的笑 看来我们也得加快速度了 不然等到那里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被他解决了 所有小队听令 全速前进 十几头施救兽 皆是发出整齐的低吼声 玄机 巨翅 山洞 巨大的身形 乘风闪掠而出 这里是一处 地形颇为复杂的 山栏地带 四处密布的巨树 犹如晴天巨柱 直插云霄 也是令得阳光难以倾洒进来 导致山栏之中光线颇为的阴暗 在深山的某处 一个颇为宽敞的寨子 耸立在聪裕巨树遮掩之下 犹如巨树的掩盖 使得这里颇为的隐秘 若是不仔细寻找的话 还真的是难以发现 整个寨子颇为的安静 不过往来的人影 却是不少 这些黑眼下角无声 匆匆地在道路上闪略而过 整个寨子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可却丝毫不显得慌乱 在寨子中心处的高台上 一位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人影 挺拔耸立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浓郁的血腥气息 即使是隔着老远 都能清晰地闻到 不过对于这高台之下的那近百名黑影人 却犹如未闻一般安静地整齐站立着 整个广场中 除了清风刮过黑衣发动的哗哗的声响之外 便是只有细微的脚步声 安静的氛围中 突然一道黑影从远处标射而来 最后出现在高台之下 胆气跪地 声音低沉地报告道 头儿 根据暗查 我们在森林里的七八处暗哨 都已经被人暗中拔除 从森林里出现的一些痕迹来看 我们的踪迹 似乎已经被发现 如今这里 已经不再安全了 高台之上 黑袍人的声音淡漠 他缓缓抬起头来 黑猛终于对我们动手了吗 阳光之下 照耀着那种渗透着死气的年轻的脸庞 看他的模样 赫然就是萧妍的二哥 萧丽 这次围剿我们的 有多少人 听到这般不安的消息 但是萧丽的脸上 依然是丝毫的没有动容 他毫无感情地 扫视了一下 下方黑影人 至少不下两百人哪 各个实力都是不弱 而且彼此间的配合 也颇为默契 领头的是谁 属下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属下 却是在围剿势力中 发现了血宗的人 最差的结果 应该便是 血宗宗主范劳来领头了 范劳吗 眼睛缓缓地须眯着 片刻之后 一抹争孝自萧丽的嘴角 扩散而出 似乎三弟就是与这个老不死的 当初结下了梁子 当初参与内院袭击的强者之中 这个家伙那也是名列前茅的 反正 反正时日无多 那么今日 便拼了这条命 让他给我三弟陪葬去吧 萧莉阴森的一笑 玄机手掌清晖 淡漠的声音在全场响彻着 击杀队 潜伏到森林里 边战边退 尽可能地消耗他们的战斗力 记住 就算死 也得拉一个垫背的 否则那死是不值得的 是 台下将近一半的人 猛然齐声地硬核 玄机身形闪动 一条条黑影 在林音间穿梭而去 最后 跃出了寨子 消失的茫茫森林当中 对于那似乎是必死的下场 他们没有半句话的质疑 因为能够进入这支击杀队之中 对萧莉的话语 有所质疑的人 早已被彻底的清理 而最后留下来的 几乎都是把心乃至灵魂 都交给了萧莉的人 其他人防御寨子 全力戒备 是 剩余的人也都是整齐应和 最后 身形闪略 窜进了寨子中各处阴暗的角落 手上都拿着被涂得漆黑的 锋利的匕首 缓缓地渗透着寒芒 目光冷漠地 望着那些消失的黑影 萧莉却是缓缓地闭上眼 淡淡的死气 凌绕周身 宛若死神 三弟 等着二哥给你拉个垫背的下来 哈哈哈哈 聪裕的森林 在清晨来临之时 却是猛然暴涨出无数道凄厉的惨叫声 这惨叫声在山脉中回荡着 令得人浑身泛着寒意 阴暗的森林中 无数满身杀气的人影闪略而进 刚欲对着那个目标快速行去 森林中的阴影里便猛然爆射出道道的黑芒 锋利的刀芒闪略之间带着切割肉体的细微闷响与鲜血 扑杂出来 虽然突如其来的暗杀令 令得这支部队损失不小 不过这些人明显也是战斗经验丰富的人 因此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是凭着人数的优势 稳住了局面 然后便在双方的近乎惨烈的交锋当中 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 山寨之中 紧闭着眼眸的销利猛然睁开双眼 望着那十几道森林里掠回的黑影 这些影子都是快速的闪回寨子当中 最后都在高台之下 胆气跪地 头儿 狙击队伤亡过半 但对方死伤是我们两倍之多 不过这次前来围剿队伍全部都是几大势力的精英强者 而且还有三名斗王和一名斗黄协助 我们的暗杀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肖利的脸床依然淡漠 他仅仅是微微点头 好 按照他们的公式 最多十分钟就会抵达在外的 您快做决定吧 肖利下巴微微一扬 淡淡地说道 分散开去 准备与来犯者 决一死战 虽然至始至终 肖利并没有说过一句撤退的话 不过这些犹如木头般的黑影人 却是没有一个人出言反驳 全部都是完全按照他的指令 在执行着命令 望着那些分散开来的人影 肖利的目光微抬 望着遥远处的森林 脸庞上涌现了一抹疯狂的争影 其实真正的局面 比那位黑影人报告的还要糟糕 就在五分钟过后不久 森林中便是有许多人影出现了 最后接连不断地闪掠而出 他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整个山寨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山寨的半空 一道冷笑声突然响起 肖利抬起头 只见到天空上四道身影悬空而立 庞大的气势将整个山寨都笼罩其中 而当先的一人赫然就是当年 差点死在肖炎手里的血宗宗主 范劳 你就是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 组织的首领了吧 嗯 好了朋友们 欲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魄苍穹 第四百七十一回 你 你 你